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非常感谢你在半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尿频,厌尿多,睡眠,多梦,身体疲惫不堪,整个人精神特别的差 这些情况,都是肾虚,药品导致的 想要从根本解决问题,其实方法也很简单 具有很高的滋补作用,可以补肾,养胭,健脾,合胃,缓解尿频的症状 它能够促进睡眠,也不尿频啦,也不起液啦 精神也好了很多,脸色红润,有光泽,气血充足,身体棒 现代人工作压力比较大,容易出现体虚乏力的状况 想要增强活力和精神,要按照医学的理论,补肾特别的重要 黑豆是一种有效的补肾药品 因为是药童眼的食材嘛,又能可以入药,又可以作为食用 根据中医理论,冻乃肾之谷,黑色属水,水走肾 所以肾虚的人吃黑豆,有益处,而黑豆是一种有效的补肾品 吃黑豆能够很好的补肾,缓解肾虚的情况,可以缓解疲劳 黑豆中含有的维生素E,也是一种抗氧化剂 可以侵入体内的自由肌,减少皮肤的周纹,保持青春的健美 为什么尿品,厌尿多,起厌多呢?这都是因为肾虚导致的 受验尿品的症状呢,不要忽视啦,一定要好好地及时治疗 不然会脱成大病啦 而黑豆就是很好的补肾食品,黑色属水走肾嘛 所以吃黑豆能够很好的去预防尿品,缓解尿品的症状 尿品患者,我们可以把黑豆都给主食吃 每天吃一把黑豆,直接泡水煮汤都很不错 吃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啦,一定要吃到天亮,再也不起业啦,也不尿品啦 山药是一种常见的蔬菜,含有蛋白质,糖类,维生素,脂肪 糖,胆碱,淀粉酶等成分,含有点,钙,铁,铁,磷等人体不可缺少的无基盐微量元素 所以山药是一种非常好的滋补加品 中医认为,山药最有补皮养胃,补肺医生的功效 能够治疗用于脾虚酒泻,慢性肠炎,肺虚咳嗽,慢性胃炎,糖尿病,疑精,饮尿的症状 尿病都和肾虚有着密切的关系 山药补皮的同时,还能够补肾 所以尿病患者,吃山药 山药含有大量的淀粉,以及蛋白质 B组维生素,维生素C,维生素E,葡萄糖等营养成分 微量元素,特别是加含量很高 含淀粉糖化酶,淀粉酶等多种的消化酶 维生素含量较少,几乎不含胡萝卜素 所以尿病的患者可以吃山药,能够健脾,养肾 黑芝麻是一种非常好的补盖石不血 经常吃黑芝麻,能够补充营养,补充钙质 还可以催云肠云的蠕动,是一种非常好的滋补加品 平日里面肾虚的,我们都可以使用黑芝麻 黑色的可以补肾 经常尿品,咽药比较多,都是肾虚导致的 所以这个时候吃一些黑芝麻,可以很好地补肾 健脾,养胃,能够缓解尿品的症状 我们可以用黑芝麻包粥,直接煮茶水喝都很好 经常喝一喝,可以很好的缓解尿品的症状 夜里不失眠,不多梦,一定要睡到天亮 并且,夜尿不多啦,几乎是不起夜 付上好的一种食疗方法 老话说的好,药补不如食补嘛 我们可以吃一些预防尿品,缓解尿品的食物 这样能够更好地缓解尿品,治疗尿品啦 黑芝麻的钙含量比较充足 还有蒙,鲜,铜,无鸡盐,都比大米高三倍 黑米所含的维生素C,花青素,叶略素,呼噜布素 以及强心肝等特殊的成分 黑米比大米更有营养 吃黑米可以开胃益中 健脾又暖肝 棉木活血 滑色,不精致功 对于少年白发 产后虚弱 病后体虚 贫血 肾虚都有很好的不养作用啦 黑米含有的膳食纤维比较丰富 淀粉消化 速度比较慢 主血糖成长指数也是比较低的 所以吃胚米 不像斑米那样 酸糖血糖比较快 黑米中的钾 鎂 物质可以有利于控制血压 减少患心脏血管的疾病 所以糖尿病人可以放心地吃黑米 黑米能够抗氧化 加强血管的韧性 抑制癌细胞 可以很好的抗癌防癌 抗衰老 黑米属于黑色 黑色可以很好的不肾 吃黑米能够增强 肾脏功能 吃黑米可以补肾 如果身体虚弱 肾虚的患者 药品多的都可以吃黑米 能够太阳的补肾 只有肾健康了 药品才不会出现 红枣 营养丰富 功效比较强大 我们用红枣泡水喝 可以很好的为身体补血 平均的患者 我们吃红枣度不错 喝红枣茶水 能够有效的为身体排毒 起到补肝养肝的作用 特别适合肝功能差的患者服用的 增加身体当中的水晶蛋白含量 达到饱肝排毒的目的 气色也会越来越好 我们喝红枣茶水 可以起到润肺的作用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制作事情不容易 请您发他的小手 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您的每个支持和点赞 都受前进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闷煮着食材软糯 就可以关火了 如果您经常压力比较大 夜里睡不着觉 多梦 尿品 已经 都可以喝一喝 经常喝 能够很好地改善这些情况的 可以什么尿品争贯没有了 也要味道天亮 身体强壮 精神好 吃麻麻香 吃到治疗尿品 补肾的汤 效果是不错的 冰茄里面的食材呢 都是非常丰富的食材 含干量又高 不慎作用是比较好的 好了 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个赞 关注一下 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们吧 点开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视频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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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